才奉獻將近一甲子的 天主教義大利級神父呂洛瑟 因為家鄉義大利疫情嚴重 日前神父淚求台灣民眾幫忙 原本預計從4月1號 要募款到本月15號 沒想到短短5天 就募款了超過千萬元 今天統計總募款金額 高達1.2億元 面對如此龐大的金額 天主教林醫會的募款 也提前喊停 上午神父也出面 感謝台灣人的愛心 很感動 其實六天的時間 每天很多人擺隊捐 這樣 如果都想照顧我們的目標 初步了解 這六天總共有2萬多筆 捐款湧入 最大一筆是500萬 來自台北的一個 民間慈善基金會 第二名是龍三四的300萬 台北還很有安心 特別幫助我們 台北的一個愛心 謝謝 多想念 神父說這幾天看到 癌末的先生拖著病體 到醫院捐款 也看到賣菜的阿嬤 拿著辛苦排隊來的口罩 和賣菜錢 希望將她的心意 傳到義大利 讓她深深感動 也讓她無悔於55年前 就來台灣服務 神父說再次謝謝台灣 同時她也堅信地說 這就是我一生 想要留在這裡的原因 記者林醫生 王思穎 宜蘭採訪報導 tied下去 宜蘭抬